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民进党台笔市议员简舒培 在昨天的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就怒逼柯文哲 要将总统蔡英文 国庆演长中的四个坚持 坚持一字一句 一字不漏的讲出来 好他怎么说呢 你不敢念四个坚持 就要跟总统蔡英文道歉 好这件事情 到底为什么会引起 就是因为之前 台笔长柯文哲有说 蔡英文的国庆演说 他认为很空洞很空泛 所以导致说 绿营的市议员就生气了 要他念总统的四个坚持 如果你不念 就要跟总统蔡英文道歉 那么柯文哲怎么说 他说我为什么要跟小学生一样 好一字一句的念呢 而且我不想念废话 他很生气 好他说他不想念废话 还说他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吗 根本就是说跟做不一样 甚至他还很生气的拍桌子 因为他就是不想念这四个坚持 好两个人呢 其实感觉到 这火药味十足 那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在今天就有说 不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强迫别人接受 这是没有必要的意识形态 也很不妥当 学姐黄敬营呢 过去的形象都是很温和 在脸书上他也说 这个检视议员呢 这样的行为 其实让人很不解 同时也是匪夷所思 另外我们还有看到 名嘴这个政治观察家 黄伟翰他也表示说 议员不可以命令官员这么做 议员其实你的职权可没有这么大 你不能叫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管这个市长是谁 你都不能让他一字不漏 把这个四个坚持给讲出来 我们持续来看 柯文哲批评 蔡英文的国庆言说一堆废话 民进党市议员口气豪大 要求市长逐句附送蔡英文的话 如果你不敢念 你就跟总统道歉 人家说什么废话 我跟你说 我以为就因为他这个废话 不想念 系员不断跳针 要民选市长膜拜总统的话 柯文哲人无可忍 同马蔡英文说的跟做的都不一样 他说的跟他做的一样吗 一样啊 民主自由 用广军治国 用策異治国 是民主自由吗 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国家的 是哪一个党的政见 不要在那边和我孤感 党政军退出媒体是哪一个政党的政见 柯文哲几乎暴怒拍桌 民进党拼死要市长念总统讯 柯文哲越说越火大 我台大教授不需要叫你教 然后呢 台大教授就很了不起吗 你只是让人家看不起台大教授而已 你这种心灰就是同事 我我跟你说 你不要得罪一口票台大教授 我跟你讲 我 我是你啊 是因为你让台大教授被歧视 你们不要这种搞意识形态 充满意识形态的质询方式 让在野党都看不下去 他怎么回到过去 他们所批评的位秦时代 这个总统讲的话都要背起来 每天背 没有这回事 民主时代 我觉得这个咨询的议员 是不是秀过头了 民主国家羞辱民选首长 逼念总统的话 民进党的总统和议员 还真大 记者张召彭时光豪 SNG小组台北报导 罢免陈柏惟倒数计时 罢免团体发言人Max就质疑 陈柏惟常常说 他是小党 没有经费 也没有资源 他们是小虾米在抗大金鱼 那么确实呢 他却有办法去举办一个 容下数千人的一个造势晚会 这舞台呢 不仅很大很漂亮 还有灯光效果 甚至还说自己呢 很没有钱 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场的这个画面 真的没钱吗 我们继续来关注 罢免进入到最后的两天了 那根据网友提供给我们的 就是陈柏惟阵营22日晚上的造势晚会 我们可以看到他场地布置 那真的是哇塞 除了LED大萤幕 然后很宽敞的场地 然后豪华的舞台灯光音响 这被网友戏称是什么 小虾米背后的大金鱼 真的大气 然后陈柏惟一直说他自己没有什么 资源 全党打印人 很可怜 民进党从府院党 总统府习政院长 立委 议员 县市党部的主委都齐身来力挺 甚至连高铁都很碰巧 很刚好的开放学生优惠专案 俨然就是在全国执政党 动起来的情况下 为了要保住你 哪里 小虾米 那当然虽然说陈柏惟 政党说自己很穷苦 然后小党又没有资源 没有经费很辛苦 但你却有办法办一个数千人的造势晚会 然后说罢免总部我们支援很多 反过我们呢 我们碍于资金等等的原因 我们最后只能办得出一个容纳大概200人左右的一个小型晚会 来帮陈柏惟办一个欢送的一个晚会 那相较之下 谁强谁弱就很明显 谁比较艰困 我们其实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且重点是在于说 疫情现在其实只是比较趋滑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为了自己的职位 让支持者冒着大量群聚的风险 政府这么严密 海关这么严谨的防疫底下 都还是会出现漏洞跟破口 那陈柏惟的造势晚会 难来北往的那么多 一步步的游览车进来 难道就不会成为防疫的漏洞跟破口吗 它是一个类似草地音乐节 春天音乐会的模式 我们坐在空旷的地方 看着荧幕 听着歌曲 希望能够抚慰人心 这个都是朋友去帮忙的 这个跟我们金流没有经过我们这里 那也不是我去募款 这个应该请主办单位回复吧 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经手相关的资讯 不过就我了解 他们好像是算属于艺文活动 那这个对方团体 就是要把它打成是政治性的活动 那我觉得他一开始就试图误导民众 非常可惜啊 不能够就事论事 立委许志杰把为陈忠诚祈福 跟挺陈柏惟绑在一起放在一起 那么消息一出各界炮轰 例如时事评论员郑村奇就说 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知识跟见识的人 都会知道这么做根本是不可以 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政治判断错误 根本就是这个人这个党本性显露 实在这个笑话恐怕对陈柏惟是个不祥之兆 不想知道 这个头七就因为他们总统要下去许志杰一半 然后就是一减两个 这种事情可以一减两个这么严肃的事情 这么沉痛的事情对陈忠诚失火的这个伤者 你这个哀悼的时候你可以顺便帮陈柏惟罢免造势 民进党你只脑袋是怎么算的 你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你不是让人家觉得说这太离奇 太离谱嘛 你稍微有点不要讲说有良心 稍微有点见识就觉得这件事不可以做 你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人家这种松鼠在办这些头孙的期许 你敢将这个百分的事情插一插一插 现在那些杀就说不要到座文章 不要太过分了没有什么刚刚好 这种事情怎么办 所以你这反映了他们的心态 这种心态就是说为了赢为了选举 无所不用其极 人情世俗这种松鼠这种极重大的事情 他就跟当作没看的 顺势这种事情可以顺势 如果这样顺势 我们旁边就顺势把边吊得嘟嘟好 这是一个悲剧 你要检讨你要预防再发生 它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这个错误 然后以后不要再发生的 你跟一个政治上的罢免案 谁选上谁没选上谁没罢免 完全是完全不能比您的事情 你放在一起 而且你还同时用其妇 所以这是判断率上有点问题 这结果就出了很大问题 而且因为他还把黄杰 黄杰也加进去 这不是判断率有问题 这就是他们本性的显露 他们的政治利益大过一切 这是本性 这不是政治判断说 这就是这个人一样的东西 不是很有问题的 是因为这是某个人的事 这是个人的事 不是这种事